新增字幕素材,那我们在接下来看 新增的素材钮这个地方,我们看看 接下来看第四个,新增字幕素材,点一下 这时候呢,就进到文字对外框 那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先设定字体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没有,大小,颜色等等 好,比如说我这边可以再设大一点 我们设大一点比较清楚,先打60好了 那颜色呢,点一下,这时候就可以选 选绿色,确定 好,来,画面上点选要开始打字 那字打完以后呢 好,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可以在点文字的地方字体,还可以再变大 那点选这个箭头,可以来切换不同的字体 当然电脑要装才会有,我们把它点起来 那这个呢,我现在来选标准的 全字库的这个 那颜色再换一下好了,看不清楚了 那跟大家把好,这颜色是直接选,对不对 那你可以选,譬如说要粉红色系 那深色浅色,颜色会显示在这里哦 我想换个色系 所以你如果选择了颜色呢,最后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呢,有色调可以调,RGB,红,绿,蓝 可以透过这来调,那alpha是透明度 这是我们要点选确定 字就变橘色的 那再点一下,再把它放大一点好了 好,再点,我这边再把它改成大红色,确定 那字体在这个地方呢,当然这边呢,还可以再设这个 这边有坐标什么的,对不对 变斜加底线 那如果你有两列才有对齐的这个功能 你有两列就对齐的功能 好,接下来呢,比如说我们按确定 那文字呢,就加了一个字幕素材 那字幕素材,比如说我们把影片往下拉 这时候再把字幕素材放在上面,因为它透空的 所以呢,移到这里来的时候,有移动指标在这里 好,点选专案的播放 好,当你经过字幕素材,这个地方就会显示文字了 好,所以字幕我们打起来,基本上它的背景是空的 所以可以在影片上加文字 好,按两下,如果要换位置呢,就移到左下角来 再来点确定 好,那字呢,待会就在这里,有没有 好,再按两下,也许我想放在右上角 好,再按确定 这时候呢,在影片在播放的时候,来 诶,你看一下哦,怎么看不到背景呢? 因为要这时候点,专案预览 好,才会显示我们的背景图 显示我们的背景图 所以我们刚刚制作的那个投影片素材 这边有转场效果 目前刚好是在转场位置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所以在进行转场的工作 好,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像这样 好,那接下来同学呢,就可以练习一下 增加字幕素材,加进来以后 要拉到时间轴的第一轨,它才会最上方 如果要修改的时候,在这里快点两下 就进到字幕素材的地方,点到它 你就可以来进行调整的工作 好,好,好,好 再电呢? 好,ctic 就算了 稍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